负责帮你准备购买合同的 最后也许还要负责帮你找 到最后 这是 这是agent所做的事情 buyer也会做很多很多的额外的事情 比方说他需要和银行打交道 和lender打交道 最后两三个月的工作最后被否定以后 无论是对agent 还是对买家 买家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所以用mortgage买房 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除非你是在美国土生土长 你这种习惯改不了 如果是短期 刚刚进入美国的新移民 如果是海外的买家 我就是100%的建议用现金买房 第一 现金买房 它的过程没有像mortgage买房这么复杂 它不需要跟lender打交道 银行打交道 对不对 你现金到位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面的这个步骤 所以现金买房在美国有很大的优势 在美国 纽约以及洛杉矶 这些移民非常多的地方 现金买房 现在已经达到了超过了45% 所有的transaction的45% 所以在买房的过程中 现金买房是占有很大的优势的 而且你可以在短短的30天到45天之内呢 就把所有的手续办齐 最后拿到你的梦幻之屋的钥匙 可是如果你是用mortgage买房 银行借贷 你很可能需要90天 甚至半年的时间 你才能最后把所有的事情办清 所以而且在settlement的时候呢 时间也不一样 我刚刚办完了一个case 一个project 一共在settlement的是现金买房 因为中国的客户只花了30分钟 普通情况下 如果是贷款买房的 一般需要两到四个小时 它需要向你解释很多很多的条款 它需要你提供home insurance的证明 以及很多很多的证明 要签很多很多的文件 make sure你有能力偿还贷款 make sure你能够把银行建议的钱 全部还上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ok 所以呢 在美国买房呢 我建议华人朋友应该用现金 现金是非常非常有效 而且在同别的offer竞争的时候呢 现金也有相当的优势 对不对 如果是同一个价钱 一个房子listing的price是40万 有两到三个offer 对不对 就是说有两到三个买家感兴趣 有两个买家呢 都是mortgage 因为90%的买家在美国是用mortgage买房 因为美国人没有钱 没有现金 所以呢 但是其中有第三个买家是现金 如果是同一样的listing 价钱 对不对 市场价 卖家当然会选择现金 现金买家 因为现金买家可以减少非常非常多的麻烦 ok 所以呢 现金买家比mortgage买家的优势是非常巨大的 ok 所以呢 当第一次你和你的agent 见面的时候呢 就希望你能够把你所有的这个财务状况呢 告诉你的agent 你选择的是现金买房